嗨,我是愛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生活覺得最崩潰最崩潰的事情 垃圾分類 在這個小鎮工作前呢 我是住在語言學校的學生宿舍 那裡垃圾分類超簡單 我只要把玻璃瓶、鐵罐、分開 其他的東西都是一般垃圾 自己一個人不住在宿舍到外面生活之後 我才發現垃圾分類有多麻煩 因為我住的地方是集合式工具 就是每個人一間套房 然後我們丟垃圾的地方呢 每個人都有一個仔細的垃圾格子 然後上面還會貼房號 你的垃圾分類如果沒有分好 丟出去的垃圾就會被留在你的那一格垃圾裡面 整間公園人都會知道說 那個人的垃圾沒有被收走 那個人的垃圾不合格 超丟臉 這件事情真的讓我超有壓力 煩惱到我第一個禮拜 我連東西都不想吃 因為我只要去買東西來吃 他就會想吃垃圾 然後我就要去想 這個垃圾到底應該屬於哪一類 我要怎麼丟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住了這一個小鎮 他的垃圾分類 有多給小 他的垃圾分類到底有多複雜呢 這裡的公所會發給我們每人一張這個日曆 這個日曆上面就是秘密毛毛記載 垃圾要分哪幾類 然後哪一天才能丟什麼垃圾 意思是說呢 他不是每一類垃圾 每一個禮拜都能丟 他有一些垃圾呢 是兩個禮拜才能丟一次 然後還有一些是兩個月才來收一次 所以如果你錯過了那一天 你就要再等兩個月 我們就開始來好好介紹一下 垃圾到底分哪幾類 首先這個黃色的是廚餘垃圾 廚餘算是最簡單的分類了 因為你就是把所有的食物的殘渣 果皮啊 雞蛋殼啊 那些都是廚餘垃圾 而且他很貼心 因為廚餘垃圾會臭嘛 所以他有這種小小的 3公升的垃圾袋可以買 這是我看過最小的垃圾袋 因為一個人住 吃的也沒那麼多 產生的垃圾也沒有那麼多 這是大概剛剛好是我一個禮拜的廚餘垃圾量 但是因為夏天的時候 背海道會到30度很熱 然後冬天的時候我又會開暖氣 房間的溫度會20幾度 所以廚餘也不可能 就這樣子一直放在洗手台 所以我還是得把廚餘 冰在冰箱裡面防止他發臭 這個袋子上面都會詳細的跟你寫說 你要早上9點之前 把這個垃圾袋雙層封口 就是這邊打一個結 然後 外面這個大的再打一個結 雙層封口封好 丟到他指定的垃圾圖裡面 然後廚餘的垃圾袋呢 3L的10個垃圾袋是210日元 第二次廚餘要台幣7塊錢 再來呢是生活最常見的一般垃圾跟塑膠垃圾 然後先知道哪一些是塑膠垃圾 才會知道哪一些是一般垃圾 塑膠垃圾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台灣通常會覺得寶特瓶是塑膠垃圾嘛 但是在日本 也不一定是在日本啦 因為各個地區垃圾分類的規則不一樣 但是在我生活的這些小鎮 寶特瓶是容器 但是這個瓶子是容器喔 它的蓋子 這個寶特瓶的這個瓶蓋 跟它外面包裝的這個衣服 這一個 是其他塑膠垃圾 雖然兩個是分開對我 也是不同的收集時間 一般塑膠垃圾是一個禮拜收一次 但是容器兩個禮拜才收一次 其他塑膠類還有一些 我覺得很無法理解的規則 就是像這種很薄的保鮮膜啊 這怎麼都覺得是一般垃圾嘛 不 它是其他塑膠垃圾 但是錫脖子 就是烤東西的那個錫脖子 它是一般垃圾 然後呢 這個托盤啊 也有分 有顏色的是其他垃圾 但是這種白色沒有顏色的頭雷呢 它也是其他塑膠垃圾 但是這個 要有一個自己的袋子 把它們收集起來 專門丟一個白色沒有任何花紋的頭雷 到底為什麼 他們怎麼有這麼多時間做垃圾分類 其他塑膠垃圾的分類很廣 餅乾的小太子 然後吸管的外面那個塑膠套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喝那種新鮮 烏上面的那個口色塑膠做的那個都要特別剪下來 做其他塑膠垃圾的回收 因為一個人的生活能夠製造的垃圾量真的不多 所以我的垃圾都盡量買 買得到最小的公升數的 這個一般垃圾的塑膠袋啊 它最小的是30公升 但是公升是這麼大一個塑膠袋 這個其他塑膠垃圾 大概是兩個禮拜才有辦法丟一次 所以我每天都很認真的在洗垃圾 因為我很怕這東西放兩個禮拜會發醜 但是一個禮拜裝大概只有裝上面之一 也會覺得很浪費 做的塑膠垃圾像是這個托盤啊 我都是用洗碗金菜瓜布洗過之後 把它晾乾之後才把它丟到塑膠袋裡面的 我每天洗垃圾的數量 比我洗碗盤的數量還要多 其他塑膠垃圾的垃圾袋啊 最小30公升 10入每包是600元 所以你丟一次塑膠垃圾大概是20塊來 其他塑膠垃圾分類出來之後啊 一般垃圾就順得很少了 大概就是一些衛生紙啊 然後排水孔的毛髮啊 或者是現在每天都要戴著口罩 一般垃圾我大概也就是兩個禮拜丟一次啊 因為我真的覺得垃圾積太久很不衛生 但是我每次大概只裝這樣 四分之一不到就把整個袋子丟了 最小的是20L 這樣是一個20公升的袋子 它也是10入600塊 所以丟一次一般垃圾也是20塊台幣 再來呢是剛剛講這個是容器嘛 那容器要用什麼袋子裝呢 你要自己去想辦法搞到這種 透明或半透明的塑膠袋 就是你要讓你去買這個 但是很便宜啦 然後把你的塑膠垃圾丟進去 容器就是得分成寶特瓶 罐頭啊罐裝的那個鐵罐 然後還有玻璃瓶 然後還有一類容器呢就是這個 牛奶或是果汁飲料的紙盒 那這個東西還不能壓扁就丟 這個東西你得把它打開 剪成這個形狀 再用繩子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你才可以丟它 然後但是這個容器如果它上面這個 開口的地方不是這種自開的 它是另外有塑膠的飲料口的話 你要把那個塑膠的圓圓的另外剪下來 那個要另外丟到剛剛這個 其他塑膠垃圾裡面 真的好給小喔 如何聽到這裡是不是覺得很不想吃飯 很不想吃零食很不想吃任何東西 因為任何東西都在想說 靠這一片垃圾是哪一類 再來呢是紙類 紙類呢稍微比較單純一點 紙類就是你得把它分成紙箱 跟其他的紙類 其他的紙類就像是一些零食的包裝紙盒啊 然後你收到的廣告信啊信封啊信紙類 算是其他的紙類 那其他的紙類怎麼丟呢 你不可以把它裝在塑膠袋裡面丟 其他的紙類你要把它放在紙袋裡面才能丟 然後紙箱呢 就一樣要把它攤平 然後上面有任何膠袋啊 然後或者是定數針都要把它拆掉 然後一樣用那個繩子把它綁好 這樣子 才可以在紙類回收的日子把它丟出去 所以在這邊要丟垃圾 你還要去買一捆這個繩子 把你的紙箱類的垃圾綁好才可以丟掉 然後紙類回收呢是兩個月它才收一次喔 所以如果你那一天忘記把它拿出去了 就兩個月後才會再看到那個垃圾車 開始在這邊住之後 我一度連網購都不是很想買 因為網購寄來的時候就會有紙箱 我紙箱就要在家裡放很久 然後接下來要介紹另外一類我還沒有丟過 但是也很麻煩的垃圾叫粗大垃圾 粗大垃圾是什麼呢 粗大垃圾就是家電、家具 像是你的桌子椅子、床鋪、音響、沙發、櫃子 這些算是粗大垃圾 那粗大垃圾丟呢就更麻煩了 粗大垃圾丟是要事先申請 粗大垃圾呢也是一年只收六次 你要在它來收垃圾的一個禮拜前 就打電話去市工所預約說 你有粗大垃圾要丟 而且這個垃圾呢一次還不能丟超過六件 就是如果你要搬家、你有櫃子、你有床鋪 你有音響要丟掉 你就是一次不能丟超過六件 然後打電話去的時候它就會另外跟你報價說 它大概會收你多少的垃圾處理費 那當然因為它一年只收六次 然後你不可能就是剛好在那時候 你要處理掉大型垃圾什麼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去垃圾處理場 它那邊就會是週一到週五 週間任何時候去都可以收垃圾 但是一樣另外收費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住的地方呢它雖然是室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小的室 它的垃圾處理資源沒有這麼多 所以雖然它可以收粗大垃圾 像桌子、電風扇這一種 但它不是每一種粗大垃圾都可以收 像是大型的家電、冰箱、冷氣機 它就是不收的 那這些垃圾該怎麼辦呢 它就直接在它的那個垃圾閱歷上面 然後你就建議你說 如果你有需要丟電視、洗衣機、冰箱、冷氣機 這些大型家電的話 試試不收的請你直接去家電行會要怎麼辦 真是謝囉 反正它也不想管 然後再來就是讓我最最最崩潰的垃圾分類 衛生垃圾 衛生垃圾是什麼呢? 衛生垃圾是像小孩子的尿布 然後女生的生理用品 然後貓咪的貓砂 跟小型動物的屍體 小型動物是像老鼠、鯨魚這種 真的很小型的動物 如果你是寵物 像貓咪啊、狗狗啊過世的話 是需要另外去請 處理動物屍體的機構處理的 是不可以丟到這個袋子裡面的 那為什麼這個讓我很崩潰呢? 因為我生活在這個地方啊 它連女生的生理用品 都算是衛生垃圾 我每個月的衛生棉、棉條 是只能丟在這個袋子裡面 不能丟在一般垃圾裡面丟掉的 可是這個衛生垃圾呢 我能夠買到最小的size是10公升 10公升有多小呢? 10公升有這麼大一個喔 哪一個女生有辦法 一個禮拜的生理用品 這樣有辦法把這個東西裝滿? 而且東西讓我最崩潰的是 它不是只有size超大之外 它還是半透明的 它是半透明的啊! 這...我... 是可以直接把衛生棉、衛生棉條 直接丟進去的沒有錯 但是我就是會有一點 心裡過不去世 因為它可能外面還是會 不小心沾到一點點血之類的 然後我要丟進去 就覺得哪裡不舒服 所以呢我還有特別上 我們的垃圾分類表點去查過 它這個衛生垃圾的垃圾在裡面 是可以准許有其他小袋子先裝著之後 再丟進這個東西裡面的 所以呢 我就還去買了這一個 黑色的生理用品垃圾袋 就是這樣子 小小一個 然後不透明的 就是真的是不透明的了這樣子 然後把我的衛生棉啊什麼之類的 用網路鍋之後丟進去 然後打結 然後放進一個這麼大的垃圾袋裡面 這樣子丟 是不是很可以笑 這垃圾袋呢 喔比較便宜一點 它10枚是150塊日幣 所以等於說一個是15塊日幣 一個大概是台幣3塊錢 我真的完全做到 雙重防護不外露 最後是如果你來北海道日本旅遊 當然你也不會 要經歷這麼麻煩的 就是丟垃圾的環節 但是有一件小小的事情 跟台灣不太一樣的是 那你來日本玩 想要丟垃圾 你會看到那個垃圾桶只有兩類 一個叫做可蘭垃圾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瓶罐 那瓶罐呢不是寶特瓶喔 瓶罐是玻璃瓶跟鐵罐 你才可以丟到那個瓶罐的垃圾桶 如果你只有這兩個垃圾可以丟到選操下 寶特瓶呢它是可蘭垃圾 跟台灣的習慣有點不一樣 來旅遊的時候如果看到 勇敢的把它丟進可蘭垃圾 就對了 如果今天的影片 讓你對北海道的生活 有一點點想像 請給我一個喜歡 訂閱、收藏、訂閱、咀嚏、咀嚏 別忘記要開小鈴鐺 下支影片 再讓我們一起去北海道更多地方玩